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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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SAMMY 作嘉賓 HELLO SAMMY 你好 HELLO SAMMY 你好 今天早上出了中國八月製造業和非製造業 PMI 數據都是低於市場預期 港股走勢,今天也看到越跌越多 最多跌四百多點 特別是騰訊又有監管消息 平保又有金融監管消息 拖累的市場跌落 這樣看的話,港股走勢不太理想 暫時對於一些比較重磅的科網股 尤其是ATM股份 近期仍然出現不同的監管消息 或者是影響著的 包括3690美團 剛剛才叫做港道 有機會要調查 他們在摩拜裏面的一些投資 可能有些股權裏面沒有披露過 或者沒有申報過 另外一方面,遊戲業務方面 也叫做港道 騰訊的走勢都會受到影響 可能影響著一些未成年的人 對於他們每個星期的遊戲時間 叫做有監管 對於他們 雖然一些未成年的青少年 或者一些用家 對於他們遊戲收入的貢獻 未是真的那麼多 但是如果影響著他們平台上的平均活躍人數 或者一些活躍玩家人數 都可能會影響著整個遊戲生態 可能會沒有那麼刺熱 或者玩家人數減少了 即使他們不是給錢玩也好 都會影響著其他玩家去玩的意欲 所以這些不確定性 導致到他們的股價 近期仍然處於偏弱的階段 所以你說恆指 即使要彈也好 其實都不是真的彈得很多 北水方面都見到端倪 近期都是處於一個淨流出的情況 而且他們仍然是在沽騰訊 所以就變了外圍的資金 不是那麼清雷地方網股 再加上他們都處於一個 監管的紅線之中 就變了大家搏反彈的話 在上兩個星期 其實都已經搏了一轉 恆指近期的走勢 仍然算是比較偏弱 自從你說可能8月25號 試過碰過20天線之後 其實都已經無以為計 一直捱著10天線 一直向下移 唯有你說之後那段時間 真的叫做網花一些整數的位置 過去這一個星期 都叫做重點提過 25000這個心理關口 怎樣都要叫做再試多次 始終你說可以造就到技術性反彈 或者甚至乎估值重收的因素 暫時叫做沒有什麼 所以就變了你說 那些科網股開始叫做走弱的話 對於大市的影響 都叫做有幾大 所以看一下 你說短期之內 25000這個關口 守不守得住 然後才叫做再考慮 看看選擇哪類型的板塊 再去做一些部署 好啊 看到今天藍籌股 平保的跌幅都挺大 跌超過7% 因為消息指銀保監 只是調整平保在房地產的投資 並且要求平保停止出售另類的投資產品 看看花旗的報告 其實平保由股權、債券、投資物業等方式 在內地的房地產投資合共有1850億 平保受著這個消息 這樣跌下來 是不是很多家庭觀眾都叫救命 暫時看看平保 是不是還未止跌呢 一來要看看 你說今次中銀保家裏面 調查他們平保在房地產的投資的時候 會採用一些什麼的調查方式 以及找到一些什麼結果出來 如果你說當中發現到 可能他們發現一些投資部的失實 或者你說可能沒有做一些進職調查 然後就去投入這些房地產的投資的話 可能都會叫做影響著平保有機會面臨一些罰款 甚至乎你說可能有些的投資 都可能處於一些比較高風險的階段當中 可能就會變成有機會出現一些 好像剛剛說的華夏幸福裡面 需要叫做一些大量的撇像或者一些減值 剛剛你說只是看他們在華夏幸福裡面 股權和債權加盟的投資 都已經是叫做有五百多億 但是在剛剛的那份的業績裡面 中期業績裡面 已經叫撇像了三百多億了 所以變成有機會 你說可能其他的一些板塊 或者你說其他的業務方面 會不會出現同類型的撇像或者一些投資 主要是因為他們可能投資部方面 有機會沒有做一些準則審查 或者可能你說出現其他一些違規的狀況 變成你說可能這幾個因素 會影響著平保的走勢 和他們之後投資過那些股份的走勢 包括你說中國金貿或者你說碧桂園 旭輝集團都是叫做平保 處於一個股東名列之中 所以你說它都有在其他的房地產裡面 做一些投資方面 再加上你說可能近期國內去槓桿的情況 仍然是叫比較嚴重一點 對於一些你說內房股來說 近期的走勢它自己都叫做一般的 所以就影響著你說可能 他們的投資收益方面 平保有沒有機會按桂表現得再差一點 這一點大家會擔心一點 始終它可能今次平保被人叫停止出售的 一些叫另類投資產品 有機會是跟一些物業市場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alternative investment 都叫做被人叫停了的話 可以賣的一些收入端方面 又有機會縮小了 所以暫時面對著的一些不理因素 都叫做幾多 剛剛今天才叫再穿60元這個心理關口的話 有必要都需要叫做可能叫做一些減辭的動作 始終你說之後那段時間 要找回他們一些心理關口的支持位 都叫做比較難一點 唯有真正叫做整數這樣向下望 或者你說要等到股價出現超跌的狀況 就是說你說RSI 可能真的要叫做去到短期之內 出現你說黏住20左右的水平的話 才有條件做回技術性反彈 目前業績方面 沒有什麼一些太大的亮點 再加上都叫做是處於一個監管的風波之中的話 股價有機會真的叫做創建一些新的52週升低 都不出奇的 所以就要撈貨的話 盡量不要在這些位置 立即叫做出手絕 起碼等到一些技術指標出現 或者說你說內地今次對於他們一些地產投資的調查 出了個結果 發現沒有什麼一些太大的問題 或者可能純粹叫做有少少的罰款 才叫做算是整件事明朗化 有課的朋友們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減辭 最後還有少許時間 跟大家播放10隻成交最大的活躍股份 第10個是228 恆新中國企業跌跌1.2% 報90.98 李亞迪跌2.9%報253.6% 盈富基金跌1.3%報25.76% 小米跌2%報24.35% 有邦跌2.7%報91.3% 阿里巴巴跌1.6%報155.6% 快手升5%報81.8% 平保跌7%報58.2% 美團升0.7%報230.2% 騰訊報451%跌3.1% 今集麻煩Samuel和我們詳細分析 和你申報有否遲日以上台報股份 沒有時候的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專頁見